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于温度与唾液中酵素活性的关系 于是李李赶紧设计实验 想要验证 温度越高 唾液中的淀粉分解酵素活性越高 这个假说 为了验证温度越高 唾液中的淀粉酶活性越高 李李准备了淀粉液 以及淀粉酶 并使用本事液做检测 请你帮忙想想看 实验要怎么设计呢 李李想确认 温度越高 唾液中的淀粉酶活性越高 这个假说 请你帮忙想想看 下列哪一个表格的设计 比较符合呢 答案是A 为什么是A啊 在设计实验时 我们会将实验的对象 分成实验组与对照组 实验组与对照组间 比较的因素 称为操作变因 或是自变相 而且每次实验 只能有一个操作变因 像是李李想知道 唾液中的淀粉酶 在不同温度的作用情况 因此在设计实验时 温度就是操作变因 也就是实验中唯一可以改变的 而硬变变因 或是一变相 就是实验后要观察的结果 由实验可知 唾液中的淀粉分解酵素 会将淀粉分解成糖 而糖的量 可由本事液经隔水加热的颜色变化得知 其余像是唾液的体积 以及使用本事液检测时 是否需要隔水加热的颜色变化得知 加热等等 这些变因则要维持不变 称为控制变因 B的实验设计并没有控制 因此A比较符合 依照上表的实验 李李准备了三支饰管 标上A B C 分别加入1毫升唾液 将A饰管放入5度C的冰水 B饰管放入30度C的温水 C饰管放入100度C的沸水中 接近至10分钟 10分钟后 在三支饰管中 各加入1毫升的淀粉液 并摇晃饰管 使溶液均匀混合 再将饰管放回原本 各自对应温度的水中 等待淀粉液与唾液作用 15分钟后 在三支饰管中 加入2毫升的本饰液 摇晃均匀 并放入沸水中隔水加热 观察颜色变化 最后李李将三支饰管的 本饰液颜色变化化成了表格 她发现饰管A与饰管B 都有发生颜色变化 饰管A由蓝色变为绿色 而饰管B的颜色变化比较明显 由蓝色变为红色 不过温度更高的饰管C 却没有颜色的改变 根据这样的实验结果 你认为李李先前提出 温度越高 唾液中的淀粉酶活性越高 的这个推论是否需要修正呢? 根据这样的实验结果 你认为李李先前提出 温度越高 唾液中的淀粉酶活性越高 的这个推论是否需要修正呢? A 不需要 实验结果验证了温度越高 酵素活性越高 B 需要 应该修正为 某一温度范围内 温度越高 酵素活性越大 由释管A 與释管B的实验结果 我们可以发现温度较高的释管B 颜色变化较明显 代表有较多的淀粉被分解成糖 从这两个释管可以发现 酵素活性会随着温度增加而升高 然而在100度C的释管中 却没有发生变化 这是因为温度过高的时候 酵素会被破坏 在100度C的时候 酵素已经失去活性 没有办法分解淀粉了 这次的实验结果 淀粉分解酵素在不同温度的活性大小 依序为 30度C的温水 大于5度C的冰水 大于100度C的沸水 依照这样的实验结果 李李一开始提出 温度越高 淀粉煤活性越高的推论 需要说证为 在某一温度范围内 温度越高 酵素活性越大 但当温度过高 酵素的活性反而降低 甚至失去活性 和李李一起做过实验以后 你有没有更认识如何做实验 并且对酵素有更深入的了解呢 让我们一起做个小练习吧 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A 实验组与对照组中 不同的因素称为操作变因 B 环境温度越高 淀粉煤可以分解越多淀粉 C 实验组和对照组间 保持不变的因素 成为控制变因 最后让我来帮你做个重点整理吧 酵素的活性 会随着温度升高而增加 但是如果超过适宜温度 反而会失去活性 设计实验室的操作变因 是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不同的因素 每次只能有一个操作变因 控制变因则是实验组和对照组间 保持不变的因素 看到这里 相信你一定也想动手做实验了吧 这边给你一些小灵感 我们知道酵素也会受到酸碱度的影响 那么唾液在酸性、碱性、中性的环境中 它的酵素活性会有什么差异呢?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 和大家分享你的实验设计 或是分享实验结果哦 对了 为了确保安全 做实验的时候 要有老师或大人陪同哦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留一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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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留一查看